我警告过你 你到底是谁 这些又是什么 心理学上有冲击力的图片 可以刺激大脑皮层 我的解压方式有问题吗 不对 上次来不是这样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偷偷来我家 你跟苏元串透好了拖延时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就是好奇 我想要过来看一下 主意是我出的 是我让林国来查你的 你有事冲我来啊 高山 查我 你怀疑万总的事情是我做的 没错 我跟苏元查过监控 当天晚上跟万总一起加班的人是你 也就说明你很有可能知道体价 我之前收到过一封匿名邮件 提醒我万总新入会全管的地址 邮件是你发的 也是你引导我 利用陆学资格做条件去说服万总 就凭这个 我还亲眼看见你跟孙黎在私下密谋 所以你就怀疑是我做的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无耻吗 可至少现在你的嫌疑最大 高山 如果不是你你可以跟我解释的 你走吧 高山 你这个混蛋 高山 你别跟女人动手啊 所以这一切都是假的吗 你可以把我失恋 失业 人生失控当作是笑话 可是万总呢 还那么相近你 肚子还那么小 你究竟是为什么呀 咱们两个七眼看到恶龙 从上面跳下来 你破坏别人的人生就那么好玩吗 那我的人生被破坏的时候 有谁关系过我的肝胸吗 你的人生 是什么意思啊 在我还没后悔之前 滚 来 高山 我先进步 打车怀疑最好的办法 就是制造另一个真相 你到底是谁 这些又是什么 画板下藏的 是我选择摩天的原因 也是我必须说出的秘密 清神山 是谁 这一天不会太远 嗨 嗨 你啊 是他 谁啊 赵晓诺 不对 就是拜托我八万总的冒牌货 谢谢了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事 接着我就会想说 你不要过手 就是这个事 你怎么可能 就像个人 的人 你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可以 想想说 你怎么说服她的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出什么事了 那个你们不闻的素颜 带了一单一女 说是万总的案子有进展 炒热见罗总 凭什么不让我烧三十八了 你们没这个权利 让开 素颜 别为道 你 你 你 放开 干什么 吵吵闹闹 不用做事啊 有话跟我说 为什么不让我们见罗总啊 是不是害怕自己的丑事被揭穿啊 罗总不在公司 素颜 你再乱说话 我让保安把你扔出去 孙总 你好 我是方达人才的猎头 我叫林沃 林沃 林沃 就是帮金石挖万总那个 对 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事实上这件事情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 万总他是清白的 他没有出卖摩天 走 去会儿去 干吗不让我把话说完 还记不记得这个人 一个小时前 你们可刚刚见过面 够了 这里是办公的地方 不是菜市场 林小姐 两个选择 要么咱们去会议室 先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 要么 我现在让保安请你们立刻离开 选吧 去会议室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求全程录音 可以 走吧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是不是心里有鬼 人太多了容易造成混乱 反正有录音在 你们担心什么呢 苏妍你也留下 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上司 如果你明天不想来公司了 就跟我来 有录音在 没关系 好 我会想来 对 没关系 山上